今天又来给大家叨叨一个昙花的养护了 很多的花手说 老花一我的昙花怎么不生长 我跟大伙说 现在是秋天是它的生长旺季 你看咱们这 扔在那基本上不管 我跟大伙说 像昙花和蟹爪兰 它们特别特别的像 还有长寿花 它们都喜欢这种短日照 就不需要很强的光照 都喜欢冷凉一点的时候 你比方春天和秋天 它就会长得飞起 我们也没有施肥 也没有打药 也没有换皮 也没有换土 它就是长 为啥呢 它可以光合作用 但是有一个缺点 你不施肥 你看 它这个叶片就是薄薄的 叶绿素跟有点缺湿一样 所以说 该给肥的要给肥 该换皮的要换皮 你不施肥啥的也能长 也能凑活事 你看咱们这个长得多长了都 而且这个东西 你就随便切 跟切那个水煮肉片一样 一片一片的你一擦都能活 但是你别擦反了 问小辉怎么牵它 它就会告诉你 剪个叶 擦到土 数个一二三四五 它就长了 非常的好痒 那再给大家往详细一点说 光照 光照的话呢 大家放到室内完全OK的 但是尽量的别直晒 别暴晒 就是中午那种 很辣的太阳 人一晒就要出汗的那种 就别给它晒了 那种一晒的话 容易给它晒的什么呢 很瘪 这个里面它有大量的水分 如果说光照很强的 会大量的挥发 到时候光漏一根筋了 也有的话说 养的长束花爆筋了 养的昙花爆筋了 都是因为这个事 光照太强 你只要不让那积水烂根 用那盆土盘水冻去 稍微多焦一点 或者你用多肉土 这个完全OK的 好吧 多焦一点 这个没事 用土的话 可以用沙子 用煤渣 也可以用泥碳土 还是说跟大伙说 跟焦水结合起来 最低温度 这个东西 你只要不低于一个三度 它就冻不快 它零下肯定就是冻快了 所以说一定要盖它 一定要在零上 穿毛衣的那种温度 你要再冷了 这就咯屁了 养护起来的时候 贼拉的简单 有的画家说不开花 现在是它的生长旺季 不是它的开花旺季 好吧 一定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一般它们是在入秋的时候开 它麻粒开完之后 把花一卸掉之后 它春天麻粒在长 它秋天麻粒在长 等到明年春天 它还能开一波 所以说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别的也没啥吧 还比较简单 如果说大家喜欢昙花的话 现在也可以入手 比刚开始上架的时候 是长得大了一倍了 这是大意 这是巨尺昙花 咱家还有几个频道 还有一个卷叶的是吧 昙花品种还比较多 虽然说昙花一现 谁不都是为了开花的 那一个瞬间呢 还比较好养的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养问题的 可以视频要留言 喜欢的话 就在下方给我说 整一份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热一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白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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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